大家好 欢迎回到《望向编辑部》的绍兴香港早晨节目时段 今次有我许流山和新西兰 易得台仰 大家好 请记得帮忙赞我们这段影片 还有订阅《望向编辑部》的YouTube频道 还有《正向报告》 再加上浪费冷气 也需要大家记得订阅 点赞 分享 最重要是回来欣赏节目 谢谢大家的支持 今次回来我们今早上不如说多点和吃的东西有关好吗 好呀 第一单看到有时在街边有些叫走鬼档 天光虚 有些人拿些菜出来买 肉也有 甚至海鲜也有 有些人会觉得这些海鲜好像零射新鲜 这个是错觉 可能觉得天光的时候货是刚刚运到来 可能是昨晚或者前日卖剩的货 都没定过 不是以为刚刚在船上搬上来 看到有个媒体拍出来在元朗街头 有些人一拨一拨这些蟹就放出来买 一只大概20元一只蟹 20元一只蟹 据文就很便宜 那么便宜 再加上它是走鬼档 万一有什么冬瓜豆腐 你回去砍砍砍才知道有问题 你最多都是生病的 是啊 没有受报的 如果你吃了之后还要弄到食物中毒的话 你找谁追究责任吗 他都走鬼的 那见到很多阿姐 街坊 走去围着他说要买 还是怎样 那看一看 其实他是在合益街市附近的 我都见过附近有类似这些情况 其实那些商贩在街市里面 有没有搞错啊 抢生意 我们又要租啊 又要成啊 很多管理啊 不用啊 不用啊 不用车就卖了 因此那些人就会觉得 车呀的啦 他不用租的嘛 那么20元一只蟹都会卖到 哎呀 吵吵吵吵吵 哎呀 懂什么啊 都挺多人不光顾 那我见到 据说这些蟹 就说来自 疑似是菲律宾 用一个锁 摆在那里 其实我们见到 最顶顶的那一堆 就好像 就叫做生猛些 就是见到那些脚 还叫做有些反应 是啦 喂 但是呢 20元一只啊 还是怎样呢 很不合理啊 那些媒体一见到都 太便宜了 是啊 那些专家都 都看一看 都说 不行 有个俗称 好像叫蟹神的 专家呢 还在指指点点 在说不行 他教大家怎样看这些蟹 不是啊 他说呢 你看一看 就算面头 那些叫做生猛些 你看看他 哇 这么巨型的话 有些绑到 鬆脚脚脚脚的 都绑不住他 绑不住他 咬你 如果绑到那么 鬆脚的 他都不会动 正确 他都快归天了 是啊 这些海鲜 如果不新鲜 吃了很危险 是啊 有些人就说 喂 好像臭臭的 是不是臭蟹来的 然后他说 臭什么蟹啊 不是臭蟹 你就臭蟹 海水味 都不敢 然后有些人说 看上去的蟹 好像疑疑 然后他说 你会什么 这些是 蟹蟹 好像澳洲的蟹蟹 灰灰蒙蒙 有一个最简单的看蟹的方式 大家买了这么多年大杂蟹 因为大杂蟹你也是看见不动的 你拆开来让它跑两步 看看它能不能买我才买 那你又买大杂蟹 有些人可能这样拯救你 我们只靠一件很简单的东西 就看到大杂蟹究竟有多精灵 就是看它的灵魂之窗 你看看这些来自菲律宾的蟹 他们眼神死了 眼神死了 死了一段日子 又或者都差不多是这样 其实有机会是臭蟹来的 何解呢? 因为它的内臟 根据蟹神在媒体里说给大家 说它里面可能的肉已经是烂烂的 所以应该都不太适合吃了 就是吃了这些东西 吃坏了肚子 不知道会染到什么病才可惨 它据说蟹神 除了寄生虫之外 又有其他细菌 例如肺吸虫 霍乱胡菌 富蓉姓胡菌 听到那个名字都害怕了 对吧 就算他说我煮熟一点 煮熟一点就照吃 叮耐一点 叮耐一点 其实最麻烦的东西 台昂跟我去经历过 和華盛讲的came 然后直接和我经历过 你会明白的 是洗牌钱的时候最麻烦的 洗的时候 歪肉的时候 洗的时候 感染,那就不方便吃到阿肥肥了 没错,你自己在烹调的过程之中感染 那你可以怪了谁?原来你没有吃到的 你就是烹调之中,整家人吃完你煮的东西 但是就是你染病,那是搞笑的 或者你手挖到,还是怎样传染到去哪里 好了,我们讲一讲另一个吃的话题 就是关于公众BBQ的烧烤炉解封的第一个周末 这个烧烤周末,很好吃 凍肉店也说,预计客人会激增 所以入货多一倍,挺够的 入多一倍,不怕的,是凍肉 卖不完就不断卖,在冰箱里 也是,入货多一点也算是可以 不过香港人懂得喝懂得吃 我看到马上有些人去公众烧烤炉 卖定位 卖定位,还有叫人买多些东西 哇,挺好吃的 现在的东西贵了 他买好的东西去烧烤 就是买了一千多元,但不是很多人 他只有四五个人 我看到了 一千多元,四五个人吃 就是一千多二千元 很厉害 我意思是,你去餐厅吃一餐厉害更好 就是,又要烧又要透露 火又要这个,很辛苦 很烦,还要自己弄 火又要辛苦 吃得精緻一点 我也见过一些朋友 也是吃得冷气的,叫做精緻 就是食物在City Super买 买到过去 又有些类似像鱼子醬 烧完带子之后再放鱼子醬 在上面 哇,吃得这么厉害 为什么要这样吃? 烧烤场吃这么昂贵的东西 吃得很厉害 因此这些一般的冻肉店 他们进入这么多货 那行不行? 有些人懒得要自己解冻 因为冻肉店买 有些人会帮你醃好 但我嫌他的味道可能会更奇怪 但证明了一件事 只要特区政府愿意放宽 那些措施等等 对于刺激经济方面 是有帮助的 很有用的,当然 看到有些市民相当神心 在沙基湾住 买好东西 准备好东西 就搬进石澳那里烧 在沙基湾买东西 在石澳烧? 是的 我想他可能自己有车 都过瘾的 大家开心一下 打完风 现在过去 天凡气清都可以 我从来开心 心动动动动 我想笑一下 好了 说完这个煮熟 所以政府方面 要想想一些 那些解锋 要讲就讲实点 就是 其实你都可以看到 疫情每天大概 四五千人左右 又好像很难下降 很难下降 即据我在新西魂 那都是差不多 有一段很长的时间是每一天都是差不多的数字 香港现在也是经历了类似的情况 所以也不需要太担心 反正每天都差不多了 没有说爆上就已经算好了 大家在想究竟会不会突然又爆上呢? 我们看到不单止新西兰 我身处的台湾也是 过去来说大家可能见到一千或几千都不到 见到过了一万就很害怕 后来就上到四万五万 在想究竟会不会过十万 有些人又没有申报 然后那些数字是见到它下来 但是我们也知道有些人又不申报 就是免得要你的礼品 或者有奖金那些都不太领你呈 如是者有些人都懒得报 那个数字也不知道是否真的 现在保持着有新报的话 大概都是维持着几万 就是三万四万五万 然后五万四万三万二万 有时又上回去 就是慢慢的都不再害怕了 那些人都不理 都不理了 看到开始好像有些麻木了 就是每天那些什么疫情简报会 张竹军已经收了工了 就是不需要再坐出来 都可以偷偷了 但是台湾方面仍然 都还有疫情记者会 是吗 是啊 好闷 还在搞什么 没人看的 闷得那些记者都不知道有什么要问好 来来去都是问重复那些 就是你今天你播回昨天那个 我想是没有人会发觉 就是除了个数字之外 就是问的问题是什么 对于这些松绑那方面 我们看到香港的饮食业 都陆陆陆陆陆地放 这个王家和 他又走出来说 他说0加3之后 市民就走了去外有 所以就减少了本地消费 令到那个餐饮业都是受到冲击的 就算取消了那个食肆的营业限制 对于业界的提振作用 都是没有什么 他说这三年的疫情 大家习惯了早点回家休息 即是你说什么吃宵夜 打冷的那些 即是打回一两锅 那就算了 那你的习惯改变了 你就又再把香港人的习惯扭转 可以吗 这样啊 扭不扭得转 会不会有带来更多的民怨 很烦的 这个王家和 我看他呢 今天又说 我早前去到法国去玩 去成 即是见到都 都不用戴口罩 还是怎样 再松绑一些 包括取消二媒上限人数 是不是有空间取消安心出行 例如出席二媒之前 还要搞什么快刹 可不可以没有这些 再松绑一些 就算是OK 那我们都知道 仍然有一批指硬派 都是不打疫苗 即是宁愿有安心出行 就不进去吃 坐在外面吃 所以现在这些餐厅 真的在门口弄成一张桌子 给你吃 给他坐 你出去吃 不要妨礙他 有的 有些餐厅做完这一转客 我看到有些朋友 他真的 仍然没有打疫苗 仍然觉得疫苗 会有那些晶片 即是打疫苗的时候 会直入你的体内 我觉得这种人 放弃了他算了 你死都不肯打 可以怎样 逼不了他 我认为他 没办法 放松是好的 我自己认为 很多人都很想放松 但是放松之后 那个后果 能不能受到 能不能受到 是一个问题 这个都不需要评估 香港之外 内地也是 现在为什么不肯放松 或者不敢放松 就是怕爆炸性 会去到哪个位 所以大家都打疫苗 就会好些 那些市压派 都是唯有和你斗长命 就是她们的意思 我就是顶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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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顶到你安心出行 要收藏的那天 我就进去吃饭了 我就抗争成功 真的不得不捨个服事给这班人 这样抗争很厉害,不要紧,任由他们 好了,我们再跳去另一个食的话题 哎呀,某些政治取态的人看到有很不开心 美心MX 感谢日 这个长者在昨天的晚市可以有七折的优惠 那么好? 是啊,他们看到有没有搞错 蓝点,看到挺有趣,美心MX用了他们招牌的颜色 那怎样呢? 他们觉得不开心 哦,是黄色 糟了,带劲了,很敏感 看见原来的宣传海暴的黄底黑字 我都很久没有留意美心MX 其实这段时间有没有转了造型 那些人说,有没有搞错,是不是扮黄蝶? 喂,不要这样啦,这个颜色已经招牌了 这个颜色,是不是? 很傻啊,真是,懂你的吗? 就是啦,你别这么瘋了,是不是? 是啊,挺好的,现在有这个推行这个优惠 长者晚市七折,不用煮饭啦 二天出去吃美心也可以啦,是不是? 那是昨天的晚市可以啦,所以大家要留意这些美心 我昨天才可以 所以他们不会帮忙宣传的 我看到他们那些五十周年,什么同金熙,什么共赏美那些 这六个字读,又窍口又难读呀,美心 我看到他们用了什么黄黑的,被他们骂到爆炸 骂就骂就骂它吧,没所谓的 骂咯,你们都在用的啦,为什么你们七折没有人吃美心就有人吃呢? 现在有七折 不过还有,虽然过了啦,先说 接着优惠期到12月30号 星期一至五,午市和晚市,公众假期除外 买正价的食品都有八八折 也好啊,没有七折有八折也好啊 那大家可以叫做吃多一点啦 对啦 起码就有点水准嘛,然后万一你不好吃呢 你也可以说,喂,经理,这么差的 今天煮到有些蛋炒蛋有时炒到水汪汪生的 很便宜的 哇,很恐怖,这么生怎么吃啊,大哥 你和经理说一声,他都会给你一个熟蛋,就会跟你说 黄点,哇,你和他投诉,骂你呀 不行啊,没有啊 你没有良知啊,你投诉我,什么吃啦 吃良知嘛,吃理念啊,这里不是吃东西的嘛 给钱啦 不是吃东西的吗 这个要贵一点的,这个就搞笑了 那我们最后也说一些正能量的东西好吗 好啊 那看到有一件,那些黄色政治理念的人又很生气了 那又发生了什么事呢 上当年,这个七一刺警男,在这个尖沙咀那一个 不是天后那个,记住吗 是第二代,就是他先在铜锣湾刺到一位阿sir,然后再刺自己那一宗 贝吉那位阿sir呢 苏sir,他就获得颁发这个银英勇勿奖 哦,那接着呢 恭喜他呢 是的,我们要充心恭喜他啦 而且那次呢,哇,我看到了,我也害怕了 我还整晚呢,真是很对不起,我也真的睡不着 就是很担心呢,究竟他的情况是怎样的 就是有很多网友,那我发这个问题之后呢 也有很热心,一起在那儿盯着 然后有些网友可能在不同的国家生活,那个时差等等 都可以帮忙,变成24小时,全天后都可以看到他的情况是怎样的 立刻上来,又会召唤我 看到这位苏sir呢,获得这个勋章,那些政治思想的人呢 突然间就说,啊,为什么他会有勋章的呀 然后他就说要去,他们说要去装香 装香什么呢,装给那个人啦,装饱他啦,是吧 装饱他啦,没装装他啦,没装装他啦,那些多鬼鱼的 这班人,神经病的 还有啦,你平日又不装香给他 突然间就忽然才装香 平时吃什么呀,吃风呀 不是这样算的嘛 有心和没心呢,不要这么假啦 那怎么也好,希望苏sir呢 日后可以小心点 平平干干,市面上呢 不要这么多这些暴力问题 好了,那我们今天早上呢 说到这里先啦,好吗 好 那不要烧香啦,烧东西吃好了 多谢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